哈喽,大家好,我是晚信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酷斯艾莉斯梦游仙境的S8 S8是位于Saputay 对面就是Mid Valley和KL Eco City 左边是Bangsa Sao,右边是天后宫 还有KL Sentra和KLCC围绕在这个地区 不管你是去哪一个大型商场 都只是需要4-12公里而已 不想开车的朋友可以用S8侧门的Cover Workway 直接走路到KTM和LRD站 而且大部分的路程都是在室内有冷气的地方 Mid Valley就真的是在你的对面而已 走450米就到了 可以满足你日常的生活需求和吃和玩乐 这个Project是有3个Block的 Block A和B分别是41和42楼高 而Block C只有中间的这一层而已 都是Villa Unit 拥有着双层楼的设计和私人花园 整个Project只有821间Unit 整栋楼的设计都是非常梦幻的 从Gard House开始 就感觉自己好像套入了 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 还有非常多的Facility 除了12楼的Main Facility Floor之外 还有不同楼层的Sky Garden 完美的呈现了梦之谷的概念 而这些室内的设计师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Ministry of Design 拿过非常多的奖项 还被美国的国际设计奖 评为年度设计师 请看一下他们之前的设计 满满的高级感 如果有新住在他们设计的房子里面 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勒 手工方面勒就要看看我们的发展商了 就是之前建筑Pak Tree和Novum的UP 他们的成品和设计图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即使有少许的出入 也是为了更好的呈现而已 而且他们建好的项目 还靠着时尚的设计 拿过非常多的奖项 Layout方面呢 为了顾客有更多的选择 SX是有10个Layout这样多的 从一房一侧到四房三侧 什么Layout都有 价格方面呢 只需要580千期而已 在这个地区来讲是非常的便宜了 因为这里的地呢 很少能来建设计的 所以这里的project 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和宝贵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show room了 第一个要给你们看的 就是最特别的duplex unit了 两房两侧的单位 在个户型是有两层楼的 不是收获的那种 而是有两个分开的楼层 假设你的屋子是在35楼 上面那一层就是36楼了 一进门就是这样大的私人空地 可以拿来做私人花园 或者是户外的用餐区 随你设计 所有的单位都会附送很多东西 客厅会附送冷气机 厨房会附送kitchen cabinet 微波炉 hood and hope 还有洗手台 厕所就和示范单位的一样 热水器 梳妆台 shower screen 和镜子全部都是送的 楼梯一上来的正对面就是大房了 大房的空间非常的大 还可以设计一个这样大的衣帽间 还有自己的阳台 可以看下去楼下的花园 大房的厕所是这一种长型的设计 可以把淋浴和厕所分开 大房的隔壁就是小房了 小房出去的这一块空地 是属于你的私人空间 所以你可以extend出去 做一间这样的读书房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楼层的门口了 这一个门走出去就可以搭电梯了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咧 接下来看的就是这一间 tap 2 三房两侧的单位 一进门看到的就是厨房 半厅和客厅 客厅的窗口呢 是采用double glaze的厚度 即使你的单位对准大马路 也不会听到噪音 走廊的左边就是厕所了 右边的第一间房就是一房 隔壁就是二房 二房的对面就是大房了 最后看的这一间就是tap 1 两房两侧的单位 也是偏正方形的户型 一进门就是厨房、饭厅和客厅 走廊的左边是小房 右边是厕所 后面就是大房了 整个大房真的超大的 还有梳妆台的位置 衣帽间和私人厕所 这个项目除了适合自住 也非常适合拿来投资 因为这个地点非常多的办公楼 来这里工作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出租率和租金 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而且走路就可以到的 KTM和LIT站 基本上可以去到整个KL出名的旅游圣地 Mid Valley就在隔壁 所以拿来做Airbnb的话 我也觉得非常适合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project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联系我哦 如果想要看更多房产介绍的视频的话 欢迎你们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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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